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里面逃出来 小子 你是剑修 他在和我说话 就是你 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可是剑修 李安 是剑修 很好 李安 你听着 帮我破开这道冰霜禁止 我 我的实力恐怕不够 我来增强你的实力 祝你使出 远远超出你自身的一击 他既然和朱叶认识 该帮的还是要帮的 行吧 发生什么 怎么剧剑又飞起来了 不好 他又要攻击李安 发生了什么 好强的光亮 光线变弱了 是否建议做什么剧剑 进入了我体内吗 李安没事 接下来 我会向你体内 冠入泡汉剑气 坚持住 他到底在搞什么 这剑气太凶魂了 这样下去 我就要炸了 用你最强的一剑 战冲 这位前辈绝对在剑道上 造诣无语无比 冲入我体内的剑力和剑气浩瀚无比 这根本不是一般强者可以做到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经过浩瀚剑气 和海量剑意的灌输 我体内的剑气更加雄混 体内的剑意 也更加灵力 但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 我为什么被困在这里 我只记得我的名字是林雪儿 我的亲人 朋友 一个都想不起来 万兴学院 不管怎样 我想起了万兴学院 先去万兴学院一探究竟 前辈 这是 这是什么 上面将能感受到玄之又玄的剑道 此乃魔剑石 可以磨练剑意 增强剑魂 增加剑气 就当做你帮我的报仇 不要纠缠我 我只是听你提到万兴学院 想要给你带路 莉安 真要无疼的女人竟然离开了 无人可以担住我们离开这里 秦极大开了 镇压主人千年的存在竟然突然消失了 这一次 魔灵大地 离安的实力超出我越来越多了 大哥喂我 离安都把他爹嘎了 他还叫大哥 杨铲 我要和你说件事 大哥你说 你别被我灭了